我們看到中國東方航空 這個飛龍機失速的環境 現在不平 但是這不是 其有來落到衛兵 說是機頭 運地面的衝 有一些技術 跟航空學者是另外 機頭運地面去衝 算作阻塞世界的衝法 不會看過 但是沒有拜託 是另外的因素 這是機會相關 但是議員要找到這個 阿嬤 再當有確定 東方航空MU 有五七三五航班機頭 向航空在地的衝刷 在內地 載下去 為免是真驚人 但是稍微判斷 這隻機行是保養七十七八百 對機進行機身完好 機億也不修順 經濟所見譜 那是機海過中 飛龍機全部航空援進停機 電空系統過中 提出全機等電 但是這樣的紀錄是很多 因為飛龍機很多輔助系統 不可能當時損壞 因為是英雄的因素相大 如果說大家猜測是雙引擎失效的話 基本上它的飛行路徑 不會這麼的陡直 起碼它會平飛 雙引擎失效 我個人認為是比重樂透的機率還低 也沒有公益的話 至少也是一種滑翔的方式 而不會是這種 所謂的垂直式的 那個自殺式的這種飛行 陪伐波音七十七八百桂機 兩年來發生不少重台飛安 速度 過去十六年來 已經發生幾十六人 議員 中華航空在北都過兩次 速度 國位中午 近四十年 過來航班 議員速度 由1982年四月開始 六少發生 12飛行 速度 其中最參與一次 是發生在1990年 11月時 南方航空 一隻波音七三次 為港洲 北桂林 地港洲 雍蘇館 發生分水性改替141黨旅人 加上中國民航蘇雄相嚴重空難機器 之後是只空一空年 後來航空移存空難之後 計十幾年 又在中國大陸境內發生民航機空難 中國民體政府這次空難 有部分因素是疫情感受影響 有影響的話 飛行的次數或時數會減少 能操作平順的機會的次數減少 當時航空對機率驗給中國一億點 安前飛行結束破壞中五十一年 零失數記錄 目前關係有關的調查檔中 不過聽說波音已經為中國製作145隻MX客機 等待會有檔中 在對機率的原因出來進行 這個生理強行是做不成 記者綜合報道